哈喽各位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光临我们今天拉夫劳人相分 新年相分礼遇派对 我是主持人杨阳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环境 真的非常的精致又非常的优雅 对不对 而且在大家可能感受不到 我现在能不能闻到我们现场 弥漫着非常有层次丰富的香氛的味道 因为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派对 当然了除了我之外 现场还有三只可爱的小熊 陪我一起来迎接我们的重要的来宾 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拉夫劳人相分的代言人 肖战有请战战 欢迎战战 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和战战一起来度过一个 我们关于相分的礼遇派对 现在来到我们派对现场 感觉怎么样 我们的氛围 很开心 然后很激动 装修的这个 是不是显得我们拉夫劳伦的主人是一个很有 讲究细节控的一个 很有品质 装修对不对 就像我们相分带给大家的感觉 很纯粹的同时又很讲究细节的品质 这个也很重要 而且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三个可爱的小熊 我也想问一下 其实战战作为我们拉夫劳伦相分代言人 有一阵子时间了 一路合作过来 到目前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感受当然是非常开心了 可以跟自己喜欢的品牌一起合作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可以闻到 非常让我愉悦的香氛的味道 拉夫劳伦的香氛 真的 因为香氛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跟记忆有关的回忆 没错 很多美好的时刻 可能我们都会凭借香味去记住它 讲到我们今天新年的香氛礼遇派对 战战关于新年你会有什么样的香味的回忆 新年你会联想到什么 我觉得首先是好闻的或者是熟悉的香水味 香水味 会第一时间注意的 能够给自己在社交的时候 包括新年去走亲访友派对的时候 没错 什么样的味道你会让你印象深刻 可能我自己会比较偏好木质 偏木质香的香型的香氛 木质香味 今天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香味有一个很棒的一点 就是它能够拉近大家社交的话题 就比如说新朋友见面或者老朋友见面 彼此可以聊的话题就是你今天的味道很特别 或者说你今天喷了什么样的香水 没错 我现在就想问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距离就能闻到 战战身上有很清润的一个木香的感觉 对不对 揭秘一下你今天喷的是什么香水 最经典的这个俱乐部木质的香水 果然这个跟你今天的造型也非常搭配 错吧 所以你为什么会在派对的时候让开场景会选择这款 我们的俱乐部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香味非常的温暖 它是木质的气息 以及它的香味可以保持很久 流香时间长 没错 这个你很在意是不是 因为我基本上我出门的话我就喷一次 所以我不会在中间在补香水这个习惯 所以我希望它可以保持得久一点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感受 就是喷香水如果中间补确实是有点麻烦 而且如果到下午晚上的时候 其实真正的派对才开始 结果已经没有香味了 所以我们拉夫劳人香分能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香味很好玩 同时它流香的时间特别是俱乐部 时间比较久 能够让大家就朋友相聚的时候感受到这种独特的香味 你会怎么形容这款俱乐部的香水 除了刚刚说的木质之外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其实很温暖 它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很舒适 那这些不就是像你的感觉 因为我每次见到战战的时候就感觉到是很温柔的同时 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点点沉稳的气质在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没错 我们可以现场问一下 可以啊 你来帮我们喷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就喷在空气里面 可以啊 我们大家一起共享一下 这个大家一起闻一下好不好 嗯 真的 很温柔 很温暖 很浓郁的木质的香型 对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在派对当中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啊 就像刚刚你说的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可能就会被这个香味给注意到的一款香味 而且我觉得我们拉夫劳伦的香氛的设计 就平身真的好看 很有自己的特色 嗯 很有识别度 而且像一个复古的小酒服 没错 所以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 在使用它出门做这个喷香水的动作的时候 也很有仪式感 重点是我们站站同款的香氛 就能够给大家增加很多的这个氛围 新年的欢乐的感觉 那今天很难得的是 我们除了要跟站站一起来分享这些香气 我们要学一些关于香水的知识 嗯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其实关于香氛有一个小困难 就比如说有的人会担心我怎么选香 或者有的人会想说 哎我跟别人撞香了 你觉得哪个比较尴尬 是撞香尴尬 还是香水喷太多尴尬 哦 我觉得喷太多比较尴尬 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 找到自己喜欢的跟适合自己的 嗯 要找到自己专属的 对 其实没有说 没有说哪个香情他好闻 或者是不好闻 嗯 但我觉得要适合你这个人 传递给大家 你要表达的你的你的性格 然后你希望传递给大家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重要 就是香水跟衣服一样 都是一种自我表达 对 所以今天我们会请站站和我们的一位 特别的来宾一起来教大家 怎么选香水 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拉夫劳伦的专业香氛老师Niko 欢迎Niko 欢迎 有请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有请请坐 好的 Niko老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是拉夫劳伦的香氛培训师Niko 那很高兴呢 今天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香水的一些小知识 Niko老师我们现在现场是不是香味四溢 对对对 一进来的时候整个都是香气不比 萦绕出一种不一样的香气感受 对 站站有什么关于香水的问题要跟老师来请教的 香水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对 其实是可以的 哦 怎么叠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吗 其实在叠加香水的时候呢 第一个当然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 嗯 但其实呢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的 老师刚刚说的跟站站一样 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要遵从内心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那这样我们先来一个热身小游戏 好的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 嗯好的 那其实提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可爱的三个小熊 还有我们的三款的香水俱乐部 我们的地球 还有罗曼 对 那其实呢接下来的这个小游戏的名字叫做文雄石香 我提前 文雄石香 对对对 中文这个小熊 对因为提前我已经在两个俱乐部小熊的身上 已经喷上了香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考一考站站 考一考站 对对对通过文小熊 然后呢正确的说出拉夫劳伦香水的名字 好没问题 我肯定可以 他很专业的 刚这个香味都已经被混在一起 对我们刚刚有叠加一些增加了一点难度 但是我们到时候闻的时候可以稍微臭近一遍 拿起来闻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是在考这个站站之前呢 其实我知道杨阳好像提前做了拉夫劳伦香水的功课对不对 你要先考我啊 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我抛砖引玉一下 我是属于那种功课做得很认真 然后考试成绩很差的那种 那我来考验 接受老师的考验 相信你可以 那站站和我一起来考一下 好没问题 站站来出题吗 嗯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杨阳先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对一定要把眼睛闭上 千万不要睁开看 对 好那请站站你可以先来挑选一款香水 好那我 你想用哪一款香水来考一下杨阳 站站站选个简单一点的 可以可以 好的 这么快就选好了 那我们请站站把这款香水喷到这可爱的活摧小熊身上 不要偷看哦杨阳 站站拜托多喷一点 要不然我怕闻不出来 好嘞 好那接下来杨阳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在这个 世界好明亮啊 哈哈 在这可爱的红色的小熊的身上呢 有站站想考你的考题 你要正确的说出这个红色小熊上的香水的名字 嗯 打队友奖吗 接下来交给你这个奖呢 要交给我们的站站 打队小熊送给我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啊 我ok啊 大家说可以就可以 那我闻一下 好 嗯 哦 我离那个远一点 怎么样怎么样 感觉 感觉很自信哦 你喷在哪里啊 脑袋上 啊有有有 怎么样 我觉得我大概能猜出来了 这个其实挺有标志性的 我再确认一下 是哪一款 应该是有橘子香水的地球 嗯 对吗 这个答对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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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很特别 它的味道就是能够就是果香很浓郁 对 然后有阳光照过来的感觉 好喜欢这个味道 大自然的感觉 嗯 非常的清醒 哎呀谢谢这个老师 太厉害了 那这种问题归我了 先还是摆在这里 这个功课真的是做得非常的认真 嗯 终于 舒了一口气了 那下一题要考战战了 是不是 啊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正式的来考一下 战战 嗯 没问题 首先呢 战战可以先选一个小熊 小熊 啊我们可以先选中间这个小熊 嗯 我们从中间开始 啊对 然后我们来吻一下 看看这个小熊的身上 可是你不会是昨天喷的吧 那香味都没了 刚刚喷了 很认真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俱乐部相信 哇 真的是太厉害了 答对了 答对了 因为刚刚其实在我们整个公园当中 已经明明了各种香水的香气的味道 对混在一起了 这样这还能第一时间闻出 真的是太懂了 而且应该就三秒的时间就做打了 对太厉害 嗯 为什么你能够快速的分辨出俱乐部相 因为我跟这个香水太熟悉了 我第一次拍那个TVC的时候 就喷了好多次 哦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脑海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嗯 今天自己也喷了同款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个很 我也想我也借我闻一下这个 你想再次感受一下是不是 是 嗯 确实是像这个 战战说的一样很温暖的 有一种木香的香气 对 而且非常的优雅实用 送给你了答对了不行 哈哈哈哈 那我也不客气 那还有一题呢 战战来挑战一下 那接下来的这个小熊的香气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难度哦 战战 好 要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还能多难战战心想 呵 战战手好好看啊 哈哈哈哈 哎 她的闻了这个区别 你看小熊表情超萌的 哎 这个 更复杂一点 它的香味 嗯 它既有俱乐部的香情 是不是也有那个 罗曼的香 这都能闻出来 还有别的香味 嗯 老师你太坏了 真的太厉害了 我只想说 它是俱乐部的香水 和罗曼香水的叠喷 专业 太棒了 我们的代言人果然是厉害 嗯 分别在哪个位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个是要求太高了 但是其实嗯 这种味道还挺舒服的 嗯 两种味道叠在一起 嗯 你可以闻一下 还挺舒服的 哎真的 它不是一种很单一的味道 它是有一种 叠在一起的一个 还还蛮舒服的一个感觉 对 对 很丰富的层次啊 对 所以这个叠图方法也是老师推荐给我们 对不对 对 可以把罗曼和俱乐部叠图在一起 嗯 其实我们在用香水的时候 可以想呈现出不一样那种气质 和特别的香气 可以尝试的来叠喷一下 嗯 像俱乐部和罗曼 大家可以试一试 可以出现一种不同的香气感受 哦 所以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香水 对对对 可以自己做组合 那是不是我们桌面上的这三款 也可以随心的搭配 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像这个罗曼的玫瑰的香气 嗯 和地球的大自然的香气 可以相结合来感受一下 它也会呈现出和俱乐部不一样的香气感受 嗯 嗯 哇学到了 嗯 学到了 所以也是可以比如说像地球上盛开的玫瑰 就是地球加上罗曼的感觉 哦 杨杨你真的是太会形容了 哎呀我是跟湛湛学的 哈哈哈 所以我们今天跟老师一起来关于很多香水的支持 这只是一个热身的小游戏 对不对 嗯对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更深度的学习 嗯 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水小课堂 看看尼克老师和战杨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去上课吧 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香水小课堂 那开始之前呢 先请尼克老师带来一首钢琴独奏 哈哈哈 这可难倒我了 我们这氛围感十足哈 用这种啊 我觉得像要听一首好的乐曲一样来品香 哦这个形容太棒了 对不对 所以战杨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考题是先给你的 好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不同的香料啊 我们第一题呢 要来考虑一下战杨 刚刚我们讲到战杨第一次拍摄的这个我们拉夫劳伦的香氛 俱乐部香 也是今天自己身上的这个香味啊 没错 你敢不敢猜猜看 他的这些香料是由哪些组成的 这个考题真的太专业了 我觉得太难了 嗯他可是我的老朋友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 我来看看 应该有薰衣草 哇非常正确 这个是薰衣草 对这个紫色的群衣草 还有薰衣草 哇 薰衣草 这是薰衣草 传送中的薰衣草就是它 对你要不要闻一闻它的味道 我以为是个小白痴 刚拍那个我上次拍广告的时候它也出现了 嗯 所以印象很深刻 非常正确 然后还有雪松 哦对雪松 对 然后可以看一下 可以闻一下味道 真是木香的味道 这个味道很舒适 这个很秋冬的感觉 然后还有香根草 哦对香根草 感觉很可爱的小草 哈哈 很骄傲 对 很骄傲 他在等你的表扬 尼克老师 对吗 我想说就是 战战真的是非常的懂 拉夫劳兰的香水 对啊 关键是它真的很专业 因为你能说出它的香气 但是不代表你能认出它每一个香原料 对的 非常的正确 一点错都没有 香根草 对 这个很清新 这个味道 嗯 是不是有一种木质的清新 真的是好说声代表 加上一点点泥土的清新 对对对 很香 所以这一切的组合 就能变成了我们这个拉夫劳伦的俱乐部香 没错 老师你给我们喷一下呗 我们也想再回味一下 可以的 那要不我就喷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好不好 让大家一起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我来试别一下 刚刚战战提到的这些原料在哪里 嗯 我去送 嗯 再次感受到了吗 他跟他 哈哈 是不是 加加你 你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 你刚刚有什么样的画面 嗯 画面 其实就是在冬季的可能秋冬的大街上 嗯 然后围着围巾 啊 然后有一点寒风 然后划过自己的面颊 哦 然后就能回想起这个味道 哦 氛围感啦 太有画面感了 说得真好 对 老师你给我们建议一下 像这种俱乐部香 我们比较适宜在什么样的场景来使用呢 嗯好的 其实刚刚战战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他又说在秋冬的时候 特别适合用这款香水 秋冬的 但其实除了秋冬之外呢 像我们在晚宴和正式的party的时候呢 像今天这样 对对 其实非常建议大家用这款俱乐部的香水 嗯 因为在像晚宴和party的这个聚会当中 因为人群比较多 然后呢也比较的密集 所以说呢 特别建议大家用一些香气就是比较浓郁一点的 因为相对清淡的香气的话 它很容易被人群当中来淹没 嗯 嗯 所以说像一些 例如说具有一定的侵略气息的这样的一些东方调 嗯 也包括像有一些比较浓郁一点的花香调 花香调 对或者说还建议大家用一些经典优雅的富气调 其实都是在这个晚宴当中和party当中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富气木质的香味 对 因为拉佛罗尼俱乐部它就是富气的木质调香气 所以你们能感受到 嗯 它比一些清淡的香水的味道 会更加的稍微浓郁一点点 没错 然后再夹杂着这个雪松的木质香 整体就非常的优雅有旗帜 正在你也会根据比如说今天要出席什么样场合来选什么样的 会会会会会 会 什么样的时候你会选它 比如说今天这样的场合或者是一些活动的场合 或者是跟朋友朋友们见面啊什么的 嗯 就会比较严重一些 正式的场合 正式的时刻啊 对对对 就会选用我们的俱乐部下 那想问一下我们Niko老师有没有哪款香水 特别推荐给我们女生的观众 哦 其实推荐给女生的香水 这个不香可以吗 我觉得我正是我小说的 也可以是不是 对其实这款大家可能看它的包装觉得非常的俊朗啊 嗯 可能很阳刚 很酷啊 但事实上这款香水它是一款中性香 啊 现在很多的女生其实都已经在用 拉夫罗伦俱乐部的这款香气了 没错 就说女生其实是可以来用的 而且我特别推荐给像有一些酷洒的洒脱的风格气质的女孩子来使用 会非常的 啊 谢谢 老师就很酷啊 对确实我很喜欢俱乐部这款香气 我也会非常的去喜欢用它 谢谢 好了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一直受我们关注的俱乐部香 对 下面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哪款香水 适合我们比如说约会 就可能没有那么隆重三五好友的这种小聚会 约会 其实还真的是有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约会场和所谓穿戴的香水 其实不仅仅指的是情侣之间的这样的约会 其实像跟好朋友一些相约下午茶 闺面的聚会啊 其实都可以来用 而像一些比较清淡的香气 包括像一些相对浓郁厚重的一些香气呢 其实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它的选择范围其实还是蛮广泛的 但其实如果说像针对情侣之间的约会 我特别想推荐女生来用一款香水 最好这款香水它带有一点点点的甜味 因为带一点甜蜜的感觉 它能增加女孩子的温柔的气质 就像我们今天这一瓶拉夫劳伦的罗曼香水 果然是它 对我们要不在现场再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来用在我们的空间 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罗曼香的味道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来来来我们听一下这个 这个很很很温柔 然后很清香 然后还有一点甜在里面 一点点甜味 老师说的那种甜对不对 对的 确实是让人就是很想要 就是跟他就是很温柔的说话 整个人也会变得软软的 很舒服的感觉 对的因为罗曼香水这款香水呢 它其实它的主要成分是以大马式玫瑰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温柔的浪漫的 优雅的一种气质 那其实说到这个大马式玫瑰这个香原料呢 那接下来我想跟 战战和杨阳一起来分享一下它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核心的香原料 好不好 好 来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刚开始在闻到这个香水喷出来的这一瞬间 有没有感觉到除了有玫瑰香水的这样的一个温柔气质 还能感受到一些活力和明亮的一种感觉 有没有 有 这种感觉其实就来自于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红果 它叫做粉红胡椒 粉红胡椒 粉红胡椒 对是不是很可爱 它是不是炒菜的那个胡椒 哦 它可不是炒菜的胡椒 对它是香原料当中的一个红色的小酵果 它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明亮的活力的一些信心 这个这样很熟啊 胡椒在重庆的料理当中应该有很多用到胡椒的 那我真的没有见过这种粉红胡椒 想不想尝一口 这个可以吃吗 这个其实不是用来吃的 不是用来吃的 对它是香原料当中就是非常常用的一款香原料 对 那当然除了有这个粉红胡椒之外 我相信其实羊羊和正家 因为你们的鼻子都非常的灵灵 它第一名 那你是第二名是吧 对你还可以闻到的就是带着一种清新的一些柑橘的气息 哦 柑橘在哪里 对 对 其次呢就是在整个香气当中围绕着贯穿史中的就是我们的大马士革的玫瑰 嗯 对最后其实你们刚刚有说到闻到一丝丝的甜的味道 就来自于我们这个 这个我认识 再来给我们揭晓一下 揭晓一下 对来自于茉莉 它可以让整个香水呈现出一种非常丝绒的质感的感觉 嗯 所以哇 我觉得香水的调香工作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对 罗曼的香水因为它整个用香的香原料其实都非常的合心和用心 对才能呈现出让我们非常喜欢的一款温柔气质的香气 现在你觉得罗曼香推荐给什么样性格的人 刚刚我们说这个是酷萨一点的 我觉得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开朗一点的女孩吧 对 热情的开朗活泼的 对 推荐我们的罗曼香 太棒了 那除了这两个是适合约会的香水之外 而相对一些比较就是气场比较强大的 但是轻锐气息的像东方调啊 包括像这个就是比较浓郁的香气 其实并不太建议大家来选择 是的 越自然越好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今天在我们面前呢还有两款香气 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在日常当中来使用的 一款就是我们的地球 对还有一款就是 大家很喜欢这款 对还有一款蓝马球 蓝马球 对的 我们来猜一下地球里面有什么原料 这个问题还是交给詹詹 我想想地球里面应该有 应该有雪松 雪松 木质的 木质的香 对而且地球的香水在刚喷出来的时候 会带着一种清新的 柠檬有吗 对是有的 有吧 厉害 所以有柠檬有雪松 还有什么老师帮我们来补充一下 好的 因为就是地球香水它属于是柑橘负极雕 那么在负极雕当中呢 还有一个核心的香原料 那就是对有绿极 还有薰衣草 对包括加上树微草 它降了好多啊 所以你会发现在闻到这个就是 地球香水的时候 你刚喷出来的那一瞬间 它是带着一种大自然的一种气息 没错 但实际上再到中间之后 你可以感受到属于负极雕的 它带来的一丝草本的植物的气息 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试一试好不好 我躲开一点 我得小心一点 哈哈哈 OK 来 谢谢老师 嗯真的很清新 好喜欢这个味道 嗯 嗯 站站来再用站站的语言 帮我们形容一下画面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午后 然后在小溪边 然后看书 哦 阅读的很有质感的那种 人才会喷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球香 对不对 而且周边一定是绿叶匆匆 还有鸟声 对小溪产产 西水声 对 还有战战的歌声 哇 很有很有的画面感 很棒的一个午后啊 对 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款香 他在场景上刚刚讲到日常都很适合对不对 对的嗯 因为这样的香水呢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上学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可以作为大家主要来选择的一款香气 嗯 当然了除了地球这款香水之外 我们还可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就是这款颜色不一样的 哎 蓝马球的香水 嗯 我注意它很久了蓝马球 对非常可爱 而且这个瓶声都可爱 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蓝马球的颜色的时候 可以想象到的画面是什么 看一眼 蓝色 看颜色 海洋嘛 哦对 大海 对所以说这款香气它可以呈现出大海的清凉的感觉 嗯 它和地球呢 虽然说都是适合日常来使用 但实际上呢 它们的香气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要不要再来尝试一下 要要要 体验一下对不一样的来自于大海的清凉的香气感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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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真是有一种海风扑面的感觉 嗯 带来一种大海的鲜鲜的气质 没错 我来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 形容一下 这个就感觉 在一个帆船上面 然后自己在出海 然后有海风 对 然后有海浪 然后有海水拍打在自己的脸上 嗯 好帅哦 而且是应该那时候正常穿的是白色的一个背心 白衣少年 哦 很有少年气质的 对 杨帆出海的感觉 所以这个复配的一个组合是什么了 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嗯 其实这款就是蓝马球的香原料其实组成还是蛮不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刚开始所闻到的那股信仰的 嗯 就是海水的气息 嗯 其实在中间你会发现夹杂着一些果香 嗯 对 你能感觉到感受到一种汁水的感觉 很灵动 对 因为在它的浅调当中呢 会有这个像西瓜 哦 对 也包括像有 西瓜 对 哈密瓜 对 它可以带来一种很汁水感的清凉的感觉 嗯 西瓜哈密瓜 对 然后在中调的时候呢 我们还能感受到独属于富奇调的那种浓郁的气息 嗯 因为它里面有罗勒和马鞭草 嗯 对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 再加上一些木质来进行收尾 嗯 就是整个这款香水用起来的话 就是非常具有少年感 也能带来生活当中的一种显示的感觉 很干净 对 而且这样你发现没有 过了一 刚刚老师说的前调 前调 过了之后啊 我们就慢慢的会闻到 我觉得有点像干净的那种 呃 洗完澡的那个香皂的那种 造香感 会不会有那种 嗯 很舒服啊 会有 会有 嗯 对 因为造香感它可以让我们整体呈现出一种非常干净的 并且可以拉近距离好感的这样一种气质 很清爽 对 非常的少年感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羊羊和詹詹来使用 嗯 我们这款这个蓝马球 什么样的画面 或者什么样的人 性格的人 你觉得推荐给他 那就是干干净净 然后清净爽爽的 嗯 男孩子女孩子 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 干净清爽 热爱海洋的 热爱大自然的 都很适合 喜欢旅行的 喜欢运动的 其实都可以 站站也特别喜欢海洋 我看过站站有个Vlog 在海边 跟小贝壳对话 哦 对对对对 后来你选到你心仪好看的贝壳了吗 因为好像是说贝壳不能带走 哦 所以就把它留在了海滩上面 对所以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去看海 当然更好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呢 就在家里拥有我们的这个香氛 我们的蓝马球 哎就可以像拉夫劳伦的香氛 带给你的感觉一样 海风拂面啊 非常舒适的 这个夏日的一个画面感 太棒了 谢谢今天老师的分享 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小疑问想要请教我们 美可老师的 其实就是喷香水的一些技巧吧 哦 到底应该喷到哪儿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有的疑问 嗯 好的 其实喷香水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我会不会喷错 或者怎么样喷才能最大化的展示出香水的气质 对 其实喷香水方法的终极 就是我开心我想怎么喷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掌握一些小方法的话 确实可以让用香的气质大大的提升 嗯嗯 那再讲到这个用香技巧的时候呢 其实我想先问一下湛湛 嗯 就是你会喜欢把香水喷在哪些部位呢 哎我也很好 其实是手腕 对的 其实这是我们正常就是经常用的两个用香水的一些步骤 嗯 就刚刚湛湛把它用在了我们的手腕 手腕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在我们手肘 就是在我们手肘的地方 可以使用 这里也要喷香水 对这个地方可以喷 而且呢 它的持香会比手腕更久 那是这样吗 这样喷一下 然后这样 好尴尬 轻轻的喷一下下 其实就或者说用我们手腕上的雨香来轻轻沾一下就可以 因为这个地方的持香会比这边更久 是因为手腕会经常的洗手 对它会让这个香气洗掉 这里就不会经常被洗掉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杨阳 你会怎么去喷香水 会用在什么部位呢 我其实也像老师刚刚的喷法 我是在往前一喷 然后我走过去 像那个淋浴 香水雨是不是 这样是对的吗 其实就像我刚开始说的 我是高兴 对您开心 怎样其实都可以 但其实这样的一种用香方法 可能它的持香的时间会比较短 它更容易扩散掉 对 我想像刚刚这个方法更加的贴合身体 对 其实我对于这个喷香水的一些技巧 真的是可以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的 好 其实我非常建议大家第一个可以喷在我们的脚踝 或者说 喷脚踝 对好像没有尝试过 对不对 完全没想到这些 为什么喷脚踝 谁会 或者说是在我们腿的内侧 关节的内侧 因为香气是从下往上走的 对 如果说是女生她穿裙子的情况下 我会非常建议她把香水喷在我们的唇角 裙边上 对 因为我想没有人会拒绝裙脚飞扬所带来的香气感受 太棒了 谢谢我们今天妮可老师在现场 不客气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实用的关于香水如何去使用 包括如何去搭配这些很棒的香料 组合成带给我们四款很棒的我们拉夫劳伦的香氛的体验 所以今天也和战战一起我们都收获颇风 再次谢谢我们妮可老师 没错 谢谢妮可老师 谢谢妮可老师 好的 再次谢谢妮可老师的非常实用的干货 那接下来我们要接近尾声了 有一个小小的快问快答 要讨厌一下我们的拉夫劳伦的代言人 战战 看看关于香水 要不加思索的帮我们做回答 好 没问题 来我们准备第一题 请问战战 对你而言最有意义的一款香水是什么 俱乐部 请说出原因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拍摄拉夫劳伦的广告时候的那一支香水 哎呀 非常有意义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很长情的战转 下一个问题 请问战战使用最多的一款香水是什么 难了 其实两款都有 但是你要说平常的话 可能最近 最近那就是地球 为什么是地球 因为我觉得她 她比较温和 她的攻击性没有那么的强 就是她的那种侵略性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就是选择了她 工作的时候 包括很多人拍戏的时候也可以用她地球 对不对 回答完毕 谢谢战战 很简单的挑战 其实是想通过我们战战的分享跟大家再来总结概括一下我们拉夫劳伦今天的几个香分 也期待拉夫劳伦带来更多不一样的香分的体验 谢谢战战今天的这个小小的挑战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同时呢还有就是看到拉夫劳伦和我们战战一起带来更多好玩的有趣的香分 带给大家更棒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小精彩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结尾的时候也请战战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然后送上一些祝福给我们观看的观众 好没问题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香分开启全新的一年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也祝我们战战新年快乐 多多来我们拉夫劳伦香分的现场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战战 谢谢 拜拜